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一下 蛇爱珍的故事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文章 她是让文化渣男湖兰城 唯一专情的女人 她是让大才女张爱玲 发自心底佩服的女人 她叫蛇爱珍 上世纪三十年代 大上海有名的三大女流氓之一 纵观她的人生 起落沉浮都离不开 果断二字 蛇爱珍出生在上海一个富商之家 小时候的蛇爱珍性格果敢跋扈 父亲很看重这个女儿 把她送去上海启秀女中读书 可是自我主见意识很强的蛇爱珍 却像个假小子 从小就爬树翻墙 打架斗殴 小团伙搞得不亦乐乎 有次 她把邻家孩子的头都给打破了 之后周遭就没有人再敢招惹她了 父母不知打骂她多少次 但是生性泼辣的蛇爱珍依然我心我素 失望透顶之后 父母决定再也不管她的事了 从此千金小姐扔下课本 每天领着一群混混 在上海滩的街头巷尾打打杀杀 在这群混混中 由于无姓少爷猛烈追求蛇爱珍 并让其未婚先孕了 蛇爱珍认为 爱了就要负责一生 可是无少爷只是玩玩 并没有要娶她的意思 蛇爱珍的暴脾气又来了 你不来我去 她直接提着大刀冲到吴家 必须要嫁给她的心上人 尽管这个男人 后来会给她留下无尽伤痛 她也在所不辞 婚后 吴少爷照旧 寻花问柳 刚烈的蛇爱珍 在痛施爱子后 她一不做二不休 索性离开了吴家 这一段孽缘 让蛇爱珍明白 与其赔上一生 不如及时 从糟糕的感情中脱身 作家晚睡曾说过 人生总要经历各种失败 走错方向 爱错人 选错路 都是常会发生的事情 行到半成 爱到半生 才发现一切都是错误 而且是解决不了的错误 这时候 止损 就是关键时刻 用来救命的人生大智慧 无论在哪个时代 纵观那些生活得不错的女子 在感情中都能拎得清 当爱时 绝不迟疑 当结束时 绝不怨对 如此 才能及时止损 活得更高级 离开吴家的 舍爱珍 不愿面对父亲的冷淡 和母亲的埋怨 她追求独立 渴望自己的生活 自己说了算 属于江湖的 终究要回到江湖去 为了生存 舍爱珍进入赌场 做起了摇缸女郎 因为有胆识有魄力 舍爱珍很快 就被青头帮子 纪云青老婆欣赏 并收她做了干女儿 在纪云青的牵线下 舍爱珍认识了吴四宝 后者是上海滩有名的杀手 其冒凶神恶煞 为人心狠手辣 世人都觉得 舍爱珍这么一个 有颜值有能力的超女 不可能看上这个社会渣男 此时 舍爱珍很明白 自己想要什么 颜值高的男人 终是靠不住的 太娘炮的男人 他是瞧不上的 所以舍爱珍 很爽快地答应说 我就喜欢这样子的男人 吴四宝虽然没颜值 但是跟着他 能有豪车坐 豪宅住 最重要的是 这个人人都觉得 凶神恶煞的男人 对他是百依百顺 嫁给吴四宝的舍爱珍 开启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婚后前几年 两个人夫唱夫随 日子过得很幸福 然而 随着吴四宝的势力越来越大 他人也跟着膨胀了 竟然偷偷包养小三 吴四宝的出轨 让舍爱珍向头受伤的狮子 一怒之下带着司机和保镖 硬闯鹰法租界 司机和保镖重担身亡 而他双枪齐发 宣布死伤大半 自己则毫发未损 舍爱珍竟然把一件 寻常出轨事件 闹大盗了刑事案件 从此 吴四宝对舍爱珍彻底服了 家里大事小情 都得经舍爱珍同意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同师娘说去 凭借着胆识和勇气 短短几年时间 舍爱珍就在男人 称霸天下的大上海 奠定了自己 上海滩女流氓的地位 苏勤在做自己的女王说 女人都是女王 必须构建起自己内心的王国 才能生活富足 时爱珍明白 她不是公主 不能要求全世界的人 都宠着她 她也不是王后 不能把婚姻当成职业 她必须做女王 自己的世界自己担当 女人不要为取悦别人而活 一定要为取悦自己而活 做不了他人的公主 就做自己的女王 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人生的主动权 永远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我可以自己争取 只有这样 才能活得勇敢铿锵 正当舍爱珍和吴四宝的事业 风光无限时 吴四宝因得罪日本人 被捕入狱 为了救吴四宝 时爱珍去找当时 任外交部次长的 湖南城帮忙 那时两个人第一次 近距离接触 遗憾的是 最终吴四宝还是死在了 日本人的一碗毒面里 那时的湖南城 早对这位江湖大姐 大动了心思 只因彼时她是吴太太 她不敢造次 舍爱珍不爱湖南城 她不是张爱玲 不会为爱 让自己卑微到尘埃里 她要的是踏实富足的日子 湖南城在逃亡时 没有去日本的路费 想找舍爱珍借 又碍于面子 于是拿件大衣 让舍爱珍帮她卖掉 作为去日本的路费 湖南城一说借钱 上一秒还亲密无间的舍爱珍 马上就哭穷 说我现在不比从前 没有什么钱了 然后就用二百元 打发了湖南城 对湖南城她是 早已看透 这样一个风流成性 没前途 也不懂得感恩的酸文人 她是断然不会拿出 真金白银去栽培她 光复她 湖南城的文采 对施爱珍来说 还不如一件衣服 更实惠 更保暖 半生江湖 让她明白一个道理 只要钱包温暖 人生不会太寒冷 所以她不做张爱玲 为了爱 傻傻送上三十万 她明白 安全感这东西 终究还是靠自己给 战争结束后 施爱珍到日本 投奔养子 侍奉湖南城也在日本 后者继续狂追施爱珍 或许红颜已老 亦或许越近沧海 施爱珍答应了 湖南城的求婚 两人结为夫妻 婚后 为了断掉湖南城的花心 施爱珍提前给湖南城 打预防针 平静讲述了她 首四小三的故事 最后还不忘问湖南城 到底是我心狠 还是她不义 话外音很清晰 你可以出轨 既然你不义 就别怪我心狠 从此 一生风流的湖南城 真真受了心 过起了安稳的日子 虽然内心有一万个贼心 但是再也没了那个贼胆 按她自己的话 真是折垛了红尘 梁文道说 一个女人 要有自己过好日子的能力 要有别人拿不走的东西 这很重要 施爱珍的经历告诉我们 女人在婚姻里 唯一拿不走的东西 就是自己给自己安全感 与其费尽心思 去讨好男人 不如将自己活得精彩 洒脱 施爱珍活得接地气 精明 也懂事故 所以她能把自己的人生 过得经验刺激 有惊无险 施爱珍在爱情上 不痴缠 不依附 不仰望 在生活上不妥协 不苟且 不将就 她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活出最漂亮的自己 想告诉全天下女人 与其幻想做别人的王后 不如做自己的女王 愿你无论何时 都做命运的主宰 不念过往 不为将来 获得尊贵而洒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